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據積金局最新的數字顯示 在去年的第三季 即是七月到九月 以永久離開香港作為原因 提前拿走強積金的額度 創新高到17億港元 第二宗消息 根據一份報告的最新數據顯示 在去年全年 一共有接近2690億港元 從香港的銀行體系 通過電子轉帳方式 轉移到加拿大的銀行體系 明顯受到了移民潮的帶動 可以說是走資停不了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強積金走資的情況是怎樣 根據積金局最新的數據顯示 在去年的第三季 一共錄得了8100宗的申請 以永久離開香港作為原因 提早拿回強積金 按季升了2100宗 涉及的金額是去到17.04億港元 按季也增加了7成2 創下了有季度紀錄以來的新高 如果是以每個人平均來計算 每一名離開香港人士 大約是拿回21萬元 較現時平均每個香港人持有的強積金資產 25萬元 就為之少 相信就是跟供款者的供款年期比較短有關 去年7月到9月 其實英國就剛剛公佈了 LOTR的計劃 當時如果這麼臨急臨亡離開的人 多數都比較少是一家大小 都有 不是說沒有 但是估計 在那段時間走的 應該是年輕人比較多 因為他們要顧慮到的因素 沒有已經組織了家庭的人那麼多 但是無論如何 在去年7月到9月 以永久離開香港作為原因 申請提前拿回強積金 多數都應該是這些LOTR的人士 當然還有一群人 二次移民 即是說可能他們在97前 已經是移民到外國 入籍了 但是後來回流回香港 現在又再次移走 這些是大有人在的 當然這群人他們都可以有資格拿回強積金 因為強積金計劃在2000年才實施 而每個人都有一次機會 是可以 利用永久離開香港這個原因 提前拿回強積金 可能包括那群人也不一定 當然 現在積金局這個數據 某程度上也證實了 以永久離開香港作為原因申請提前拿回強積金 不是說沒有可能 當然 有很多強積金公司 他們現在就出來澄清 就說如果你拿著這個BNO Visa 那個5加1的簽證去申請 他們就不行的 不承認的 但是來講 大家 應該要靈活變通一點 首先大家就不要聽信了 在網上那些人說 申請不了 那麼你自己就不去嘗試 你自己一定也要去嘗試 第二就是 當你申請的時候 如果他不承認BNO簽證 你就拿其他文件作為一個證據 老實說要證明自己永久離開香港 又不是只有BNO的5加1簽證 比如說你去到外國 買了一層樓 你有一個樓契 或者你去簽了一份租約 你有份租契 又或者你已經在當地 被一些公司聘請了 你又有一個工作證明 反正 要證據就不會說沒有 但是自己就各出其謀來申請 只不過 如果是申請成功的時候 我就建議 不要太過高調 雖然來說 能夠提前申請 拿回這一筆的強積金 有十多二十萬港幣來生活 事實上就是值得高興 問題就是 你高興就還高興 你不要因為你自己的高興 而影響到其他後來者的申請 你高興的時候 你在網絡上 興高采烈地來分享 當然 你越分享得多這些故事的時候 別人肯定也會相應地 將申請的條件或者門檻 會越收越緊 這是必然的 所以對於那些已經提前 拿回強積金的人來說 千萬不要太過招搖過市 別人說哪一間可以申請到 哪一間就是 淫屁 一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家強積金公司 由於他要打開門口 繼續在香港做生意 他就一定要作出一些聲明 出來澄清這個 否則他也會擔心得罪了政權 所以對於那些已經成功提前 拿回一筆錢的人來說 千萬不要做了蠢老鼠 以免影響了後來者的申請機會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重要 正如我之前有提過大家 有些人申請拿回那本 BNO俗證的時候 往往可能他就很喜悅 出於這種興奮的情緒 就很喜歡放上群組 或者Facebook那裡打卡 我就勸過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當你拍著本BNO 放上網打卡的時候 雖然你沒有拍到內頁 但是你只是拍到封面 全世界都知道 其實你是擁有那本BNO護照 那你犯不著要敲鑼打鼓 告訴別人 你擁有這個身份 絕對不是說這個身份 有什麼問題 不讓別人知道 我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當你讓別人知道的時候 你的朋友知道 當然是沒有問題 替你開心 可以俗證 問題就是你那些親家知道又怎樣 他會不會拿這件事去舉報你 諸如此類 是很麻煩的 為免引起這些不必要的麻煩 盡量低調就比較好的 高調也沒有作用 對不對 正等於拿回強積金這件事 悶聲發大財 不需要再敲鑼打鼓 哪一間申請到申請不到 申不申請到自己 各出其謀去試 我就覺得真的很無謂 因為你不斷說某一間申請到的時候 那一間一定會走出來煞有介事 說不承認這個 最終受害的 又是那班 未及申請提前拿回不錢的人 既然在現在這個時刻 仍然還有一些途徑是可以申請得到的 你好我好就算了 市民又能夠申請拿回不錢 強積金公司又能夠保存得到政權的面子 各取所需就算了 我覺得 不需要太過來去 苛窄這個 反正他這一刻還沒下閘 其實還有很多成功申請的個案 大家上去Facebook群組就看到 但我建議大家不要再高調地說 好了 我們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關於 加拿大金融交易與報告分析中心 他們 提供了一個數據 就說去年 從香港的銀行體系 經電子轉賬方式 轉移到加拿大銀行體系的資金 達到了436億加元 也是折合港幣大約2690億 這個數字就佔了香港銀行體系的總存款 百分之二 創了2012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如果說這個數據是跟移民潮有關的話 大概就是有兩大原因 第一 就是一些本身住在香港的人 他們就開了一個離岸的戶口 剛好那個戶口就在加拿大的銀行體系開 所以那些錢就變成是走資了去加拿大 第二 我估計就是跟那幫二次移民的人有關 因為在97之前 實在是有太多的香港人 申請移民過去加拿大 取得了加席以後 又再回到香港找真銀 這幫人為數不少 有三幾十萬 這幫人 他們當然可以隨時 把那筆錢調回加拿大 因為本身他們在當地都有戶口 這是相當容易和方便的 舉動 我相信是跟這幫人 多少都有些關係的 金管局之前一直都煞有介事地走出來說 香港根本上就不存在一個很明顯的走資潮 但是數據就會說話的 不過金管局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沒所謂 他有他說 市民就有市民走資 這也是一個好事 起碼他就沒有阻礙你走 好了我們又看看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說到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的 記者就問他 在2047年之前 港元和美元的聯繫匯率是否不變 他就答說不會變的 至於有沒有為聯繫制定一個應變方案 他就說什麼都有應變 實情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是能夠 那麼斬釘截鐵地提到2047年聯繫一定不變的 這個世界 真的 來到這個時刻就沒有說一定的 never say never 你說 2047年那麼遙遠還要說到 到時香港也不知道變成怎樣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另外他在談及到 導致資金流走的動力的時候 沒有提過移民潮這件事 但是我認為這些只是 駝鳥政策而已 他就避免談及到這個議題 你說如果移民潮沒有帶動到資金流出 我就肯定不相信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